部分 第六次上课重点基本上大概有几个 就是我们就是把那个合并与切割部分 就是我们把全水邮局地址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可以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合并成一个all.tst 它本来有25个档案 那未来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的一个小档案 那你需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它可能是点tst 但是也有可能是点csv 其实点csv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是副档名不一样 点csv的话其实只是它里面是用逗点分割 那我们全球的例子是空白分割 那未来不管用什么分割 反正它只要是纯文字 你都可以把它打开 做切割合并在一起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server都会给你一大档案 那你可以把它捞回来 然后把它因为你捞回来 它可能是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当一个档案 有没有或者一分钟啊 或一秒那你不可能说你要处理的话 你是要处理全部嘛 那你不可能说慢慢再去把它开起来 然后再去做处理 所以通常会先把全部的资料合并成 比如说你一天一个小时 24小时有24个档案 你24小时一下的一天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或者是说30天有没有 30天你把30天的记录呢 都把它合并在一起 尤其像现在很多装置有没有 都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server 像现在IoT有没有 或者像AIoT啊 像冷气啦家电啦什么装置 像摄影机也是一样 本身就是会产生档案嘛 或者是说一些监视器啊 它也会有一些档案 然后呢你监视到的东西 如果你要取得的话 一样嘛你可以把它读取之后 然后还是要做后续处理 其实用Python我是觉得就可以很方便使用 你就不需要呢 透过人工的方式在那边复制贴上 因为你要产生一个报表要分析的话 那前置作业呢这个其实就蛮方便的 那主要呢我们后面有一个需求 就是把它存为e-sale 那存为e-sale的话呢 目前大概主要有两个 重要的模组可以用 最多使用的第一个 我是觉得OpenPyExcel 这个啦这个模组OK 我是比较推荐这一个 另外的话有一个Pandas Pandas那个模组也很好用 但是呢我是觉得各有缺点 有的它那个部分比较厉害 有的这个地方比较厉害 但是通常我是觉得如果基本 使用上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用这一个 OpenPyExcel 这个模组 因为它的概念的话呢 其实跟那个VBA 那个物件的观念其实还蛮相通的 因为基本上呢 它最外层 其实就是以这个 这个对应OpenPyExcel 其实就对应到那个e-sale本身 那e-sale本身 如果VBA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然后呢 在下一层是工作部物件 就workbook嘛 workbook 在下一层就workshin 有没有工作表 然后工作表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外层纵向就column 特别哦 纵向就column 蓝的部分 横向叫raw 横向叫raw 这个概念可一定要有哦 你不要搞不清楚 你这样要处理就很困难 记得哦 纵向一蓝一蓝叫column 横向一列一列叫raw 如果负数就s嘛 如果储存格的话叫sale ok sale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处理列 因为我们基本上 存档一定都是一列一列放 对不对 那一列一列的话 实际上他要的就是用 串列 所以我们要把资料写进去的话 你首先需要产生一个串列 然后再丢给那个sheets sheets有个方法叫append append 然后就可以把它写进去之后 它就一列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 所以跑一个回圈嘛 你就可以通通把资料呢 通通塞进去了 应该有印象 所以以后 如果你可以 学会这些操作的话 然后我觉得 将来呢 大量的资料 你都可以很快的 把外部资料转成sale 这件事应该就不困难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 各位回去可以再多多练习 有没有 光这个部分 其实就相当相当重要 那等于就是说 你说 那为什么 派上跟sale之间 他一定要有一个这个 没办法 因为python跟sale 本身又不是同一家公司的嘛 对不对 sale是微软的嘛 对啊 python的话 它自己是一个这个 等于是有软体嘛 它是一个 等于是财团法 它是一个 主持单位的 它不是一个盈利单位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它 试着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我有讲 有关那个证道考试的部分 我是建议你有空的话 如果假设你不知道练习什么的话 我在云端上面 有放非常多的题目啦 你可以去练习 甚至如果你想要再衔接AI的话 我是觉得那题目你不会没关系 你可以问一下Charlie Petey Charlie Petey这怎么写 他说我是试过 几乎都会答对 而且还满厉害的 然后 可是Charlie Petey有个缺点 就是你每次问他的答案都不一样 你想说每次都不一样 到底哪个对 所以最后的话 我是觉得你要有判断能力啦 你不要自己都看不懂 然后每个都好像都可以跑 但问你哪一个写法比较好 可是我觉得哪一种写法好 看你自己啦 你看了习惯 只要执行没有错误 那都是好方法 所以写法有的时候 有时候会写很多种 最后找一个自己 比较能够习惯的写法 一般要相容性啦 也就是以后 你看到这个写法 你自己觉得不用再转弯 马上一看我好亲切 那种写法是最好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自己找出一个写法 是你觉得最习惯的写法 我自己都会 比如我看到Charlie Petey给我的程式 我还会改 我改成我自己习惯的 比如那个变数 我习惯那个for i in range 可是他有时候会for row in range 我看起来不太习惯 我就把row改成i 这样一看我就清楚了 有时候看到那个for row in range 你就觉得怎么看都觉得怎么怪 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就不是我自己喜欢的样 所以我会把那个变数稍微改一改 改成自己习惯的那个写法 或者是说像OpenPyxl 它后面有很多地方是用什么Wallbook的名称 可能用Wallbook 可是我有的时候不喜欢那么长 我都给他简称叫WB嘛 所以这个名称我都固定 所以以后都固定写那个名称 不然的话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那你光要看就觉得很累 这什么 对原来是名称不同而已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有25个档案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怎么会 我怎么可以知道说一个资料夹里面 到底有几个档案名称 档名 当然有分档名跟副档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某个资料夹里面 到底有几个档案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一个模组叫OS 他里面有一个方法叫WALK 不过这名称取得有点 取得有点生动 WALK 什么意思 本来是WALK 是WALK还有 还有什么浏览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 我是看WALK好像是走路的意思 是可能有那个WALK 可能有那个浏览的意思吧 我在想是不是 OK 因为有时候他有另外的同意 他有那个什么同志 因为有别的意思吧 然后用这个就可以取得档名 那利用这个档名 那我们可以边开边合并 边开边合并 边开边 其实就是 透过 因为呢 OS.WALK 我有个范本 他return 回来的话就是一个串列 那串列的话呢 我再配合一个回圈 所以串列配合回圈 就可以把里面的每一个档案 逐个逐个的开启 开启之后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东西read嘛 把里面的资料读取 读取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就把它合并 或者是直接就写入到那个档 那写的方法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串串串 一直串 串在某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最后一次写进去 或者是说呢 你一边用append的方法放进去也可以吧 反正就是逐一逐一放 我在云端上有两个解法 我想你们回去可以两个都试试看 至于哪个方法你喜欢 你就记哪个方法 我就觉得这也没差 反正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对的就好了 OK 只是后来好像发现那个 好像某一个方法比较好 不过你们自己可以自己斟酌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还有讲到 因为我们合并完之后 就会希望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那刚好OS这个模组里面 有一个 OS模组里面有一个方法叫remove remove的话就是可以把档案删掉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 做了一个动作 当我 产生all.tsd之后 就把25个档案 把它全部删光光 有没有 这个我们上次有做 然后呢最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 全部再把all分割回25个档案 其实这个要把它分割 主要也是透过那个怎么 因为all.tsd它就是一个 整个就是一个文字档 那读进来可以读到一个 一个串列一个文字 那我再利用一个叫Split的方法 把它切开就好 所以我在这个all.tsd 档案跟档案中间 有先 先输入的时候 先给它两个换行 有没有 那通过两个换行 就可以把它切开来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存档 并且取出它好像它的档名 刚好就在第16跟第17个字 然后呢把它当档名 复档名就点tst 那就可以再把all.tsd 有没有 再把它分割回去的 哦 所以这个其实以后 如果你要做合并分割 应该不困难 有没有 所以你将来假设 你希望做合并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总表 你跟报表就要全部的资料 OK 如果你要个别的 比如说我想要个别每天的报表 我就不能把它合并成一个月 一个月我也没办法 那所以我可以把它再分割 看哪一天也可以 我就做一个哪一天的报表 OK 所以上个礼拜基本上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可以再把25个档案 我们本来合并是合并在all.tsd 就是文字档 把它改为叫all.xlsm 所以把25个档案 写的话就不是写到文字档 而是写到ecell 这是其实已经满难的 等于是把ecell当资料库来用 把它写 那写的话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最后有演练就是一个是第一个 把25个档案全部写在第一个工作标 OK 有没有 可是后来同学就觉得不满意嘛 想说老师我希望 可不可以帮我把它 放到ecell的时候呢 就把它放个别的 三重一个 中立一个 就是每一个档案 放一个工作标 一个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后来改了 有没有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 有一个方法叫create讯 create讯就是新增一个工作标 所以我就先新增工作标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新增工作标放进去 有没有 就做25个 所以回旋法25次 但是最后好像会多个工作标 我就把最后那个 原来的那一个把它删掉 就Delete成那个worksheet的哪一个sheet 把它删掉 这样子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的话是删除了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 应该在云端摆版的第5页吧 第5个单元 第5个单元里面其实都有我讲的 刚刚的所有的层次啦 只是你给它找一下 还蛮多的 OK 所以上个礼拜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 这个全部复习 我想还是 我花时间的OK 那其实当然这些应用还有更多啦 我是觉得 不过目前这些如果你都可以跟上 后面我是觉得 你再配合chargept 来做实作啦 我觉得会比较能够看得懂 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我觉得你就会 变得好像是懂非懂吧 或者是甚至给你你也不会用 像我们合并的部分嘛 这个是应该是合并 然后这些选择的话就是把资料 读过来就把它塞进去 直接写 那下面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A模式 OK 然后底下的话是W模式 W模式的话是把它全部串完之后 再一次丢啦 OK两个方法 我想这个两个结果其实都OK 那其他的话就包含就是删除Remove Ovest and Remove的方法 那我想 这个全省游戏历史的这个单元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啦 其他还有VBA的部分啦 VBA其实 也都雷同 所以 如果假设你要把上个礼拜的程式转成VBA 也不难 在HIV转一下 那其实 在VBA里面 它没有Walk 所以它会用一个函数叫DIR 回一圈的话它是DoFile DoFile的话就是反正呢 它这个DIR就是它会一直告诉你 你这个目录里面有的党名 它会一直给你 那直到什么状况 它最后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丢一个空字串给你 表示说它已经读完了 没有其他档案的 所以你只要判断 假设党名不是 空字串的话 那你就表示有读到资料 你可以做后续处理 但你说这个合并不是只有Python 你VBA里面也可以做啦 只是说哪个方便 我觉得你就做 像Python我是觉得在外部储存 储存好像 比较没有太多问题 因为如果内部自己做 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状况发生 OK好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接着继续再来看那个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0606 它下面是07嘛 那在底下这里 0606这个 就是透过一些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呢 就是政府给的平台上面的 等于是一个free的资料 而且是开放的啦 开放平台 比较没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位置你们先往下卷动好了 我们练习主要是在这边 如果今天呢 我该委的练习 是希望呢 透过底下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呢 是你们可以点击进去 这个是从那个 政府的开放平台 提供的一个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的一个住宅窃到点位资讯 那他提供的是一个CSV档 这边有个检视资料 这边有一个网址 那也就是说呢 他跟我们之前练习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原来的CSV 是在我们自己电脑里面 有没有 我们可能是下载下来再开起来 但是现在 对直接就联网了 也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资料每天更新 或每一段时间更新嘛 那你如果每天一直下载 一直下载 那也浪费时间 你下载之后还要再把它打开 那早不如就是说呢 我们将来的路径 就不是我电脑里面的什么 什么D冒号斜线什么什么 资料夹什么地方 而是https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位置 但是呢 你要 第一个 大概知道一下 它的栏位大概有这几个栏位 总共有245个栏位 OK 那分别是什么 分别 你们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你点击它 它就下载了 它这个CSV档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里面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应该是 好像上面是写说从104年的1月到113年的9月份 台北市住宅的窃盗的一个相关的资料 只要有发生窃案 它就一笔记录 有报案就一笔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知道104年到113好像还没记 112好了 这些年呢 到底那个窃盗案件的数量 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 比如说我想 有没有 这个就有资料了 OK 治安有没有变好这件事情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还想知道什么 比如说打开这个资料 打开下载的资料 那我可以看到里面好像有那个 有地址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 到底台北市 如果住在哪一区 窃盗案件是相对的是最多的 OK 那当然你避开 避开 那个雷区的话 那相对的 你家附近就窃盗案件比较少 治安比较好 那当然相对是比较好的 OK 治安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透过这个资料去帮我把 这些问题的答案给做出来 所以底下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把资料下载下来 所以怎么样从网路下载资料 并且把它存成CSV好了 甚至是存成Excel 甚至存成资料库 那最后我是希望可以 透过Python的 绘图功能 爬虫之后马上做视觉化呈现 帮我画出从104年到112年 他的切捞案件 帮我画个图画 OK 那可以呈现出来 感觉其实还蛮好 比较直觉 不然的话你说我怎么会知道 资料好像3000多笔 另外的话各区 到底哪一区的切捞案件最多 帮我用那个圆形图 比例图帮我呈现出来 马上知道 一看就一目了然 多跟少 他存逆时针方 逆时针方向 最多好像就是中山 士林 最少是大同 马上一目了然 这个是用Python做的 这个不是用Excel做的 OK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用Python 帮我把最后的结果做出来 并且把图画出来的话 这个应该怎么做 OK 其实就已经有点像Excel了 Excel如果要做这件事蛮简单的 就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但是那个毕竟是视觉化 我们用程式 因为Python都是程式 所以请各位先看一下0601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会需要把资料抓下来 他会我们会用到一个套件 一个模组 叫做Request 所以待会的话可能也要安装一个Request外挂 这个外挂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会发生问题 所以待会的话那底下这边有一个是 在第四页地方这边下载资料范本 总共需要有四行层次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下载 你可以先 在第四页地方Ctrl-C 然后再开一个新的Module 把它贴上 贴上 OK 那这里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一个Import Request 有没有 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 Request 点get后面有一个字串 有没有双名号双名号 请你把网址贴到get的双名号里面 所以呢这个空的嘛 所以你把刚刚的网址有没有 台北市都来切到点位检视资料 把这个网址 选起来复制一下 OK 就这个网址哦 贴的话贴在哪里贴到双号里面 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CSV的档案呢 帮我抓下来看看 OK 另外的话呢 这个是第一个要改的哦 网址自己要贴哦 贴上的话记得是贴到双号里面哦 那第二个的话还有编码方式 这个encoding的话呢 预设我是给UTU8啦 不过呢 跟各位讲哦 目前大概主要两种 一种UTU8 一种是CP950 所以如果假如啦 因为他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是BIG5啦 BIG5的话呢 那就是950 CP950 所以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要改什么 改CP950 所以你这边哦 把原来的UTU8 改成CP90 那你说老师如果没改会怎么样 没改你可以试试看 我先没改哦 没改的话应该乱嘛 如果反正乱嘛 你就改另外一个 分这一下 这样会把网路资料抓下来 哎有没有这边有抓资料了 不过你会发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出现的 都一直一堆的问号 乱嘛 因为他用的编码方式不对啦 编码不对就乱嘛 怎么办很简单 你就把CP90 直接把它输入到算号里面 就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目前那两种编码方式 執行之后呢就OK了 所以以后如果这个不OK 你换另外一个应该就OK啦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哦 那这样的话呢 他等于就是会把所有的文字 资料就帮我放在这个HTML物件里面的 .text的属性里面哦 所以这个资料 从都下来了 但是问题下来之后的话 如果我希望 做刚刚讲的几件事 比如说第一个 请你帮我存成CS-mini 第二个存成Excel OK 那第三个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开始要画图了 画刚刚两个图 怎么做 OK 所以今天的我们目标 是希望可以把这些事情完成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哦 我先试试看哦 我先试试看哦